疫情前和疫情後的收入相差 只是說同意想 可能你說欠XXX 有XXX 我身邊有沒有同事 客人送禮物給他 或者給客人打回酒店 我自己沒有遇過真的被人打包的 但是你說送禮物一定都有的 不過我多數都是送人的食物 也有些同事喝酒的 你能不能提供工數嗎? 想多了 有些人不知的 先試一下 我看那些空姐那些說 你的妝髮得不漂亮 你進去法國吧 有沒有這些 一定是不會的 規矩也有的 但就不是像你所想的 這麼多 這麼嚴格 越做可能會越來越興奮 試一件事 然後明顯有兩個銷售過來夾你 那這些是屬於什麼的部署手法呢? 這個就叫做Time Lens 有個同事一起來搭工的一個客人 或者誇張之客人單 我同事一起來搭過一個客人 這樣都有 主要都是上個單 銷售成功 是不是通常都是輪到一些新的同事 來銷售 然後再搭一個有經驗的同事 來戶禍 來戶禍 不一定是不關事的 可能其實當時同事都已經銷售了很久 但那個客人都猶豫得他 到底我買還是不買 那我平時又繼續 在那邊卻銷售 一邊卻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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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就可能他來買一些同事 快速他買那個慾望 這樣就快點了 那當時有些自私的同事 就不會這樣幫 對 站一邊看你 就看你自己成功了 有些同事可能開了很多大單 但你都還沒開單 那會不會有些同事很例的 你來吧 其實這些都是公平的 這些都是準備的 那當時沒有那個單 同事都可能會有些不高興 有些不是那麼開心 看看同事會不會肯讓他去跟 今天做不到 明天就可能生媽媽 就是會這樣去想 會令你舒服一點 就變成你不會被打壓力刺激 我自己這個比較肯定 最辛苦的地方是什麼 可能當你那個月生意真的不太好的時候 你要想方法 去令自己生意好一點 那些時刻就比較辛苦一點 但就可能不是這個時候 可能因為疫情 生意變差了 而且你只要現在香港 你銷售的客人很多 都只剩本地Local Local其實要求比較多的 你一定要有服務的 那可能做得久了 自然就會有些覺得 都有點累了 而且現在其實很老實說 每個商場都有很多不同的優惠 那客人自然都有很多選擇 就是不一定說可能試完 就一定要在這裡買 而是可以回去慢慢的 在那裡買 還是快一點 那樣 好謹慎的香港人消費 真的 有些商場真的訂得太誇張了 我覺得酒都是正常的 那你去買東西都選個便宜的 買的是很正常的 因為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如果疫情前和疫情後 那個收入相差差太多了 就是說 其實可能你說 因為你以前沒有遊客 你知道你消費人力高 其實那時候是比較容易 多些生意 這份名店銷售的工作 適合一些什麼類型的人 多些呢 平時多些話說給人 你去做比較好 如果你本身是陽太正 的話就真的 不要做這個 消費人力高的人 都比較喜歡社交 有活動性質 多些 你的客人對來 見到同事說 都沒有一句 一、兩句 其實這些就浪費了 我網購都可以 對 你就會覺得客人走了 等我來 你會懶惰的 見到這些同事 作為一個前輩 你有什麼想跟我們 鏡頭前的觀眾說呢 希望 人們不要太多要求 想休息一下 想休息一下 多一輩 他都名店做得心狠淚 對呀 好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